我是推理評論人東陽 阿布寬和福山雅治會變成名偵探 都是因為日本推理天王 東野歸吾所促成的 想瞭解日本推理小說 你怎麼能不認識他呢 二十年六十本推理小說 東野歸吾產量驚人 寫作風格相當多變 他盡可能去碰觸不同的題材 包括他也寫過核電的題材 他寫過愛情的題材 就大眾的或是那種非常 具有社會正義性的題材 他都寫進去 就在那二十年中 他寫了六十部小說 就一直在嘗試著 這各種不同的可能 推理小說評論家齊深推薦 想認識東野歸吾 你千萬不要錯過 嫌疑犯X的現身 東野歸吾有說 這一本是他想過 最複雜的謎題 跟最純粹的愛情 你會一直看到後面 你不會覺得 這是一本難看的推理小說 你會覺得是 一個非常好看的一個故事 對 我覺得推理小說 應該要朝這個方向去走 本週節目 臥府東洋深度口隙 日本推理小說天王 東野歸吾的寫作魅力 每週一句舞 鎖定UDN TV 第一印象世界